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一段文字 凡师 敌魏臣约拜某师 不是两军都已经摆好了阵势 然后开始作战 而是对方还没有摆好阵势 这一方就直接冲过去把对方打垮了 这叫做拜某师 很明显如果是甲拜乙的话 甲在军事实力上一定要远远的超过乙一方 然后才会有这样的拜 阶臣约战 双方都摆好了阵势 然后开始打仗 这叫做战 那么臣的本意就是摆出阵势来 这个字后来延伸出一个分化字 自如出一个分化字 就是这个字 就是阵 摆好阵势叫陈 摆的那个阵势叫做阵 所以这个阵很明显是从摆好阵势这个意思引申出来的 但是这个字出现的比较晚 从文献当中使用的情况来看 它最早是到六朝才出现 也就是说在六朝以前 无论是摆阵势还是所摆的阵势都只写成这个禅字 大邦约拜基 就是乙方完全被打垮了 完全被打垮了 整个军队失去编制 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指挥 所有的士兵各自逃命 这种情形叫做拜基 德郡约克 抓住了对方的指挥官 这叫做克 富而拜之 约取卯师 这实际上也是双方的实力悬殊过大 所以把对方包围起来打垮 这叫做取某事 取就是对方没有逃跑的可能性了 经师拜 这个经师是指的周王使的军队 他们师拜叫做王师拜基玉毛 这样来说的话 这个拜基有两个含义 两个含义 大家知道这个拜基的本义是指的古代的战车 摔散 部件全都散落一地 这种情形叫拜基 也就是说他用来表示军队被打败 实际上是一个比喻义 比喻义 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一方面大崩叫做拜基 同时如果经师拜又叫王师拜基于某 好 记本来是一个动词 我们前面讲得过 就是结束某件事情 那么我们说过这个R是连接两个动词性的成分 所以记 就是完了以后 又发生另外一件事情 这是记儿本来的意思 但是我们看到的上古文献当中 很多情况下这个记儿已经是连成词了 就是它已经发生了词画的现象 这种词画跟到六朝时期 由于这个偏体文的兴起 而产生的一种割裂的造词现象不太一样 割裂造词就是把古代文献当中的一个片段给它切出来 那么切出来以后 还有唐尾歇后的这样的讲究 比方说紫月这个三十而立 三十而立 那么一切出尔立来 实际上是指代前面三十这个含义 这是藏头 那么割裂是一种用点的特殊手法 而在上古文献当中出现比方说记儿 有的同学说记儿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对不对 记儿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本来是记和太书命西比北比二于己 这是两个动词性的结构 用儿来连接 现在这个二 儿却被吸附到这个记字上了 所以很多文言虚词著作就直接把这个记儿收到一个词 叫做时间复词意思是不久 其实我们看左传里面这种记儿 它们两个分开的这种特点还是比较清楚的 所以记儿就是前面说的这件事情结束以后 紧接着发生了儿子后面这个小句所表达的那个事件 也就是说这个正庄公和大臣之间的对话 结束不久就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太书命西比北比二于己这种情形 那么说完解字里面说二是一个形生字 从背 二生 那么这个二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本意应该是周理小载里面正玄柱所讲的 二是父也 是父值的意思 有正值相应的配一个父值 这是二 比方说国语卢语下里面就有谁为之二 谁为之二 谁来给他做父首 二是父值的哼 有的头学说好像现在人民币里面那个二不是这样写的 是不是 人民币里面写成了这样一个字 你们去查一下过去的二分的硬币上面是这样写的 这是二在上古汉语当中很常见的一个用法 但是更常见的一个用法 二是指的同时隶属于两个主人 这叫做二 但是大家注意 这个二字的词义虽然是同时隶属于两个主人 但是在句法上 我们看到的它永远是对于新隶属的那个主人 才会二于毛 具体的这一句里面 那么西比北比本来是专属于郑庄公的 也就是说西比和北比的民众本来只需要对郑庄公寄义务 他们说交纳赴税 出兵役劳役 服兵役劳役 但是现在太书命他们二于己 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的百姓不仅要向郑庄公尽义务 还需要向太书尽义务 所以这是大家要注意的二字的用法 关于二字到底应该怎么理解 很多学者写了文章 其实如果我们看它在古书里面的实际用法 应该没有那么复杂 下面公子吕也是郑国的大富 他对郑庄公说 一个国家对一个诸侯国而言 他是不能够承受二属这种情况的 两属这种情况的 这个地方二已经自指了 是不是 是指的二属这种情形 这句话是公子吕的一个断言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够承受两属的情况 如果两属的情形多了 就会让老百姓产生二心 他们不知道自己应该忠于哪一方 因此公子吕接着就询问郑庄公 说您将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 弱之和 如之和 奈之和 如若奈 这里面都是动词的用法 不过这种动词用法只限于若什么什么和 奈什么什么和 如什么什么和 只限于这种固定的句式 所以杨树达先生在高等国文法里面 就把这样一些动词叫做副动词 就它不是真正的动词 它的动词性已经很弱了 但是还保留了动词性 因为这个知字也还可以是具体的处置的对象 弱什么东西弱什么人怎么样 好 下面如果想要给太书 寓语太书是一个条件句 这里面语太书什么东西呢 我们知道语不仅要有这个对象 还要有语的客观事物 也就是说这个语还需要带一个寿氏宾语 好 这个地方语的寿氏是什么 郑国或者说是郑国国君的位置 军位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请求去侍奉太书 是就是给什么人做事 这个是和官吏的吏是同源词 这个是和吏是同源词 吏就是给人家做事的那个人 好 这是第一层 那么下面接下来 如果您不想把军位让给公书段的话 辅语就是不知于 那么就请您除掉它 如果我们把这两句合起来看 这句省略了一个表条件的连词 若 若寓语太书 则 这个地方 也省略了 也省略了这个 表条件关系的连词 则 则 陈请示之 那么古代汉语当中 这种表示事理或者逻辑关系的这种连词 其实很多情况下是不用的 我们说省略 只是一种行销化的说法而已 这两句当中出现了两个请 但是这两个请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请是我请您允许我去做什么 第二个请是请对方去做什么 一般的字典里面也把这个请字分出这两个意向来 其实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这两个请并没有那么大的必要 分成两个意向 都是我发出请求 然后下面有一个事件 下面有一个事件 好 这两个表条件的复句并列在一起 我们可以看出公子吕说这个话的时候 语气相当生硬 表露出他内心的那种焦虑和不满 而且这两个小句的价值也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小句是完全没有可能实现的一种条件 就是欲语太书或者陈请试之 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那么只所以前面先说一个欲语太书陈请试之 就是为了引出后面这个小句 后面这个副句 所以像这两个副句的关系 大家一定要认真体察 最后 最后无声民心 这个无字 上次我们已经讲到了通这个物 不要的意思 表禁止的副词 否定副词 那么无本身就是没有 没有和有构成反义关系 有的同学说这个无从没有的意思能不能引申出表禁止的否定这种含义来呢 为什么一定要把它看作是这个通甲关系呢 这个道理在于一方面吴和物的古音是相通的 另外一方面古代汉语当中这种虚词之间的通甲 也是比较常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